台北股市 在今天裡面呈現了大漲 你在昨天裡面看到台北股市 開高而久低 應該沒有想到今天會大漲 所以我個人認為 在這個時間不用去猜 俄羅斯跟烏克蘭的問題 到底是什麼 你不用去管 人家的美中的貿易政治 你不用去管 到底會怎麼樣 你要去看的很簡單 我就跟他講 你每天的一開盤 你就看一下新台幣的一個走勢 如果新台幣 它沒有去做貶值 看到沒有 它一開盤是不是重升 升值 你就不要過度的擔心 因為目前的美系的外資 它所有的中心思想就是匯率 匯率為它的中心思想 期貨選擇權 是它整個在這個時間裡 要賺錢的目的 現貨市場只是它的工具 所以我昨天才會講說 人家前天才放空了一堆的期貨 才賣了一堆的現貨 昨天打也要打下再說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在這種過程中 你就平常心來看待 知道你的策略是什麼 知道你的選股方向是什麼 它是比較重要的 我個人認為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我說過有兩個禮拜的時間 集中市場大約是兩個禮拜的時間 這個月線扣的位置 它就是反反覆覆 之前扣低 現在要扣高 所以它會反反覆覆 所以我才會說 空間的整理有可能完成 時間的整理並沒有完成 因為如果以中斷的整理 季線的下彎 不可能只有一隻腳 假設你不可能一隻腳 我就跟大家講說 假設你不可能一隻腳 我們在之前的封關的時候 告訴你圖形 假設你不可能一隻腳 你第一隻腳下來 你還會拉起來 再來第二隻腳扭轉 你持股比例比較高的人 你等這個扭轉 你要加碼等帶量突破這個頸線 這個叫頸線 這個突破這一個點位叫頸線 這邊要有量 這個叫加碼 對不對 另外一個叫頭肩底型 我說頭肩底型就是 你這邊 它曾經在這邊打了一段時間 美國股市反覆的震盪 就像這樣子 也可以是這樣子 對不對 它如果不行 碰到重大利空下來 它也是底 再上去 然後在這邊裡面打一個右肩 等到這邊帶量式的突破 這邊的突破就必須要有量 這叫頭肩底型的完成 這個叫W底 這叫頭肩底 頭肩底 所以你如果從這樣的形態學 你就懂說台北股市為什麼的 一個時間的整理沒有完成 是這樣子 那集中市場有沒有季線下彎 一定要兩隻腳 集中市場沒有 它並沒有 你可以看得出來集中市場它並沒有 它是OTC市場有 季線要下彎了對不對 季線馬上要下彎 它是什麼 它是美國股市它有 所以你看美國股市是不是這樣子 這樣反覆的震盪 下來又勾腳 我說你如果要買這一個 一個是買這裡 一個是買這裡 這個叫加碼 這個叫逢低攤平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你再看 這是NASDA 這是不是第二隻腳 這是費半 是不是第二隻腳 可是你正正這個底型的確立 現在底型確立了沒有 現在底型都沒有確立 你來看整個一個 道琼指數都是沒有量 你底型的確立必須突破這一根頸線 帶出量能潮 帶出量能潮 有帶量的K棒稱之為關鍵性的K棒 它帶量式的突破那一個點位 你才可以折強式的買進 在目前都是低階 所以我覺得投資朋友很可愛 很可愛的原因是什麼 看到指數在漲 那個手就很癢 之前封關前後 整個台北股市長 手好癢好癢 就一直想要追 我就跟大家講過 月線之上 是不適合去做追高的 就很想追 等到真正跌下來了以後 譬如說昨天跌下來 前天跌下來 禮拜一禮拜二都跌下來 就不敢買 等到今天 手好癢好想追 這樣的話就代表你沒有策略 你沒有方向 你只是看盤說故事而已 所以我說你要先很明白 而清楚 目前的台北股市是什麼格局 它是一個區間相形 你既然是區間相形 你就是跌下來的時候買一些 跌下來的時候買一些 再過來就突破的時候 底型確立的時候 折強買進 我再講一次 跌下來的時候買一些 大盤如果中錯 指數如果中錯 跌下來買一點 跌下來買一點 等到突破景線的時候 那個時間點折強買進 突破景線的位置 那就代表什麼 我就跟他講說 中史物分成兩個 一個 我剛剛不是畫這個圖形嗎 他在之前覺得跌太深了 真的跌太深了 真的跌太深對不對 我有投資價值我就先買 那漲上去到月線上 他就知道這個不可能V轉 美國股市也不可能V轉 他不動聲策 這邊裡面他也沒有賣 完全都不賣 他就在等拉回的第二隻腳 買嘛 還有時間整理的完成點 買嘛 這是大家自己要去做一些的留意 所以我的個人的看法上面而言 投資朋友一定要定下心來 聽清楚我說的 一個你選投資價值 安全 雖然利潤不高 但是安全 你可以有合理的報酬 那只有五分之一 就是百分之二十的個股 他會折強 他會強勢 那在今年裡面來講 因為去年不是今年基本面不好 而是去年的基本面太好 去年的基本面太好 造成在今年大約只有兩成的個股 他可以大漲 大部分八成的股票都是低進高出 所以才會說跌下來買 漲上去你再看你要不要出 對不對 月限之上出一些 跌下來你才可以買 這就是你的一個操作的邏輯 不要在這邊裡面隨市場起舞去追高殺低 那是一點意義也沒有的 那這個台北股市 因為今天它是站上了無力均線 你基本上你要站得穩 站得穩 它的KG指標會持續向上 站得穩會持續向上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說 你昨天來講話 大家還在看 這個要站上無力均線 有一點點難 昨天又開高阻地 就沒有想到今天 俄羅斯有跟打烏克蘭嗎 沒有 美國講得風風雨雨 我就說 因為從歷史上面而言 美國只要碰到共產主義國家 我告訴你戰爭都很慘 都很慘烈 我沒有任何的政治意圖 我只是告訴你在歷史上面 如果你去看歷史的人 韓戰有任何的好處嗎 越戰有任何的好處嗎 都沒有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你美國真的要出兵幫烏克蘭 我告訴你 嘴巴幫的可能性比較大 辭職幫的可能性並不是太大 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到這個現象 另外一件事情大家就在講 什麼最近之前油價漲會怎麼樣怎麼樣 我就跟大家講 如果油價一桶90塊錢美元以上 是你要警戒的 一桶來到100塊錢美元 到底120塊錢美元 那是惡性通膨 沒有什麼通膨概念股 不可能 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到這樣現象 你做短的人 現在KT指標還是 我昨天就講 還沒有交叉向上 現在還是往上又往上 所以還是偏多的 中石戶低階的資金 我從頭到尾都告訴你 他沒有賣 我也不會像假設一下子買 一下子賣 沒有意義 每一天都在講漲的股票 那有什麼厲害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講說 我告訴你的是你不會知道的訊息 這些很有錢很有錢的中石戶 到封關1月24 1月25 在這個節目裡面講 他居然提前進場 他本來跟我講說 為什麼他2月下旬才要買 就是因為現在裡面來講的話 會下來 所以他本來就預料到現在會下來 那3月份本來就有個消息面 FED的升息 他有個利空出境點 所以人家都規劃好好的 只是在1月24號1月25號 他跌太深 跌太深很多的個股 他就跌出價值 跌出價值他就先進場 那只買1分之1 那只買1分之1他沒有賣 那請問那1分之1的資金 是被他們收走了 收走了就對籌碼有利 那這個部分大家自己留意 只是有些的業內跟主力 在那邊引動當日衝隔日衝 很多投資朋友也愛當日衝隔日衝 那你自己本身就要 比較小心一點點 那個是極短線 我在這裡面沒有 不跟你多談 所以中石戶第一屆資金沒有出場 對籌碼是有利的 內資跟外資PK 像今天我就跟你講 沒有事情的原因 就是台幣升值 外資今天也不會給你大賣 龍頭型的全資個股 所以你每天真的 看一下新台幣的一個走勢 所以我覺得 今天的外資應該沒有像昨天 像前天去大賣 可是內資跟外資的PK賽 短期會不會改變 它不會改變 所以我個人認為是這樣子 除非你看到外資跟投信 同步針對0050成分個股佔買方 外資台幣不再貶值 期貨的多單增加 否則以目前而言的短期 短期並不是長期 在這個時間點 我覺得中小型會比較有利 中小型會比較有利 這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時間點 如果外 因為現在台幣 之前一直扁一直扁 到今天才開始逐扁 我們並不能夠確定新台幣 能夠今天升值 明天還可以升嗎 並不確定 可是如果你看到 台幣一直升一直扁 一直扁 一直扁 外資的期貨的空單 2萬 2萬1 2萬2 2萬3萬這樣下來 你就要非常的小心 要避開0050的成分個股 不是你的股票不好 台積電好得不得了 但是它就是因為 你就是0050成分個股 它不用你用誰來當工具 一定是 所以外資如果持續看到 新台幣的貶值 期貨的空單也增加 選擇權的空單也增加 那你那個時間點 就要先避一下 0050的成分個股 這是我建議大家的 所以台幣股是在這個時間點 我再講一次 投資朋友心定下來 你現在就 現在先不要去想 你要有暴力 因為現在還在一個 醞釀行情的格局 時間的整理還沒有完成 所以你在現在裡面 就要稍微聚一些的耐心 而這個耐心是什麼 譬如說 它是一個大區間相形 還在一個大區間相形 可是它可能不會破底了 底就在那邊 美國的底就在1月24號那邊 所以跌下來 你看一下美國股市 看一下台北股市 跌下來買一些進來 跌下來買一些進來 漲上去 就不要過度的去做追高 如果你要適度的低進高處 我是沒有意見 但是一定要記住 跌下來買一些 等到時間快到了 時間的整理快完成 巨量式的突破警線 你就折強式的買進 你的持股就可以拉高到 7成8成以上 目前來講話是不行 馬上就拉到7成8成 你還是有一定的風險性 我告訴你俄羅斯跟美國 都不是簡單的人物 不需要我們在這邊 去做一些的猜測 所以你在這邊裡面 就把它看一個區間相形 然後個股的表現 我剛才已經講了 中小型的個股為主 除非外資從頭回來 期貨市場偏多 否則你就是以中小型 內資當家的個股上面 為主要操作的標的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裡面來講的話 你如果要加入我們新的投資組合 內資當家的一切個股 你就趁著廣告時間點打電話進來 加入我們月圓 人團圓 元宵 團圓99 財富99的一個賺案 享受比較長的會期 比較好的一個價格 跟上我們在下個階段 全新的投資組合 你好 歡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實在每一個階段的科技產業 它都會產生一些的變化 當然在COVID-19以後到去年 你沒有掌握到時代科技的一個演變 中美的貿易大戰的受惠個股 你大概也賺不多 可是在這種過程中 在2022年 蜀方從來沒有會員 它的選股它是有難度的 而它的難度上面的增加 是來自於2021年 它的基期比較高 所以你必須在每一個階段裡面 去尋求一些的題材 尋求一些的業績成長個股 這是在2022年非常重要的 我有跟大家講說 這裡面到2030年 有一個重要的產業 就是在車用電子 其實車用電子裡面 它就是每一個階段 一直在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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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這一次裡面來講的話 你可以發覺到 我隨便做個幾例 像2781的一個強帽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在之前裡面來講的8523 我就做過這一檔 當時我記得好像是50幾塊錢 它就起來了 它就是最早 最早裡面開始往上走的 一直停留在這裡 也沒有跌 就停留在這裡 然後就開始換到別的 車用電子的概念個股 所以甚至在最近裡面 就是我們在之前做的 整個一個光潔 光潔我們是50幾塊買 80幾塊出 漲到90幾塊 我從來也沒有向人家講說 我有 就告訴你說 車用電子它絕對是很重要 只是它的題材性裡面來講 一直一直不斷的動 車用電子因為在今年裡面 整個一個成熟製程也好 特殊製程也好 整個車用的IC已經出來了 它缺貨的狀況上面 沒有像之前這麼的高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很多國際的大廠 這一份我就拿給大家看過 國際的大廠像瑞薩 像恩智普 它開始跟我們調動訂單 這個調動訂單 主要就是在功率元件 功率元件就是整流二極體 我很久以前給大家看過 整流二極體 它的一個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問題來了 不管是MOSFET 不管是整流二極體 它有些是跟NB有關係 NB Chrome筆電是下去的 商用筆電是上去的 車用的功率元件是上去的 甚至整流二極體裡面 還有分什麼 碳化系的整流二極體 這個都是需求都是上去的 所以在這裡面來講 你可能就要開始去選擇 比重比較高的一個部分 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所以你可以發覺到 在最近裡面 不管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我用單一圖 這種股票都很強 這是2481的強茂 你有沒有發覺低檔上來 季線也沒有下彎 反轉上來了 來看8255的蓬塵 也上來了 過來3675的一個德維 也上來了 MOSFET就是像腹底這一類型的 不過像大宗竭力 他們有很多是跟筆電有關係 那我就不敢講 所以在這裡面來講的話 你自己可以去留意 這個轉單的商機 你未來會看到 所以他們會第一劑氮劑不氮 第一劑氮劑不氮 大概就是整流二極體 還有所謂的一個 矽晶圓的一個部分 另外部分就是我跟大家講說 USB PD的部分稱之為快充 或是Type-C的部分 為什麼在今年 應該說從去年就很夯 它可以夯到今年 因為在整個之前裡面 蘋果它自己 就很喜歡製成一套系統 Android的部分裡面都可以共用 不管你是小米的 不管你是華為的 不管你是誰的 三星的 你的一個充電下面的頭 Type-C都是可以共用 就是蘋果的不能共用 所以我每次回我家的時候 人們借來借去 沒辦法借的原因是 我姐他們用Android 好家在現在全部都用蘋果的 所以在今年裡面 USB PD它是用在快充 用在Type-C的一個部分 這裡面就出現了一些的一個結果 也就是說在現在裡面 不管是歐盟的規定 不管是 因為歐盟其實就是規定蘋果 之前Android系統本來就統一了 歐盟就是規定蘋果 蘋果大概就是創維 不過我已經跟大家講說 創維其實到250以上 它的本益力已經慢慢合理了 破了無均線 你做短人可以走 你再過來波段的人 就是以月均線或是季線 當作你的參考 我說過它就是要你心臟很強 啪啪啪它的波動很大 可是它是瓶蓋個股 USB PD Type-C的部分 緯權電或是預創 或是整個一個所謂的威風電子 那是另外一個區塊 那個區塊裡面來講的話 因為今年的NB有7成 它會用到USB PD 另外一部分 為什麼會用到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以前車子不是智慧車 你要怎麼充電 你知道哪一個快充器在旁邊充電 現在不一樣 一條線連接進去 一充你就可以快充了 或是去做充電 那就是車用的USB PD的部分 這裡面來講也有很多 我剛剛已經講了 那個就是緯權電這裡 他們本益比就比較低 這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另外一部分來講的話 我每跟大家講說 在這個時間點裡面來講的話 如果以第一劑 第一劑能夠氮劑不氮 第一劑氮劑不氮的 其實USB PD裡面不一定 但是第一劑氮劑不氮的 它有矽晶圓 它有我剛剛跟你一開始 一開始就耳提面命的 不管是在整個一個 整流二極體矽晶圓 另外一個就是高速傳輸 高速傳輸也是在今年裡面的 第一劑氮劑不氮 我不能夠說二月份營修 能夠逆勢成長 但是你想看 你一月份你的營修能夠好 二月份我們在看的 法人在看的不是月增 你要月增 你大概就只能看銀行個股 你只能看食品個股 你只能看觀光個股 對不對 你二月份來講的話 其實看電子個股 你只要看年增就很厲害 二月份能夠年增 其實就很厲害 三月份又能夠動人出來 所以在這裡面來講的話 大概高速傳輸也是在第一劑裡面 目前看起來訂單的能見度 越來越好的一個區塊 因為很多的一個公司 不管是AMD 不管是在其他的部分 還有Intel 它都會推出新的平台 所以對於高速傳輸的部分 伺服器它會比較好 我在之前已經在這個節目裡面講了 8155的博制我從140做到200 我跟你講200塊錢 我有跟大家講不要追高 可是它原月份的營收公佈完之後 那時候大跌 後來跌下來的時候 跌到180幾 我跟大家講 8155的博制 它在公佈原月份的營收 這個原月份的營收329.65 這個是優於法人的預期 以我個人 以我個人的經驗 我不能夠說所有的人 我個人的評估 法人會把目標價調高 所以它佔我200塊錢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我是有機會的 高速傳輸裡面 不管是博制 金像電 所謂的台光電 這一類型 都是屬於高速傳輸的 所以我覺得台北股市 在這個時間點 你的打擊戰線 還不用擴太大 還有很多車用電子 還有一些ABF 都是你可以買的 但是你不是用追的 拉回的時候 你可以慢慢去做一些的佈局 所以投資朋友 如果你認同我在未來規劃 不是去做追高 你只有時間整理完成的時候 出量折強滿進 否則大部分的時間 在一個區間整理的格局中 你要跟著屬方逢低布局 準備好在這一個階段 因為已經錯過第一個階段 供過了月線 你要準備好逢低布局 再來等待突破警線位置的觀眾朋友 你就趁著廣告時間點打電話進來 加入我們元宵99的一個專案 在小子裡 大家記得打電話進去 輪一個月後 因為日常都受不了 會殺出他 會發火門 進去